女人们都在疯狂的抖动臀大击 抖出来的小球最多 就能得到月薪十万的保姆工作 穿暴纹的女人抖得特别好 女孩给她打了满分 可身体不协调的小绿 使劲抖动也没用 还不小心撞到富佳女的桌子 拿到了最低分 觉得不公平的美女 叫女孩赶紧把爸爸喊出来 不要戏弄这些应聘者 虽然富佳女很害怕 可还是鼓足勇气告诉她 如果不想参加可以离开 为了拿到十万的高薪工作 她只能要求继续参加测试 接下来开始第二个环节 女孩接过管家递来的气球 用尽全力想把她吹大 结果气球突然爆炸 还崩到女孩的眉毛 其他女人健壮 全都在幸灾乐祸 怪女孩自作自受 只有安娜十分担心地上前查看 关心女孩有没有受伤 每个人都得到气球后 随着女孩一声令下 安娜率先冲到对面的椅子 快速地坐抱气球 抱纹女虽然动作比较慢 还是成功地坐抱气球 红衣女的速度跟上一位差不多 伴随着砰的一声完成测试 到了绿衣女就尴尬了 无论怎么做都做不破 只有她得了零分 与此同时女孩找到园丁 让她假扮成自己的爸爸 虽然园丁一脸蒙圈 但还是穿成西装革履的样子 其他女人见到富豪 眼睛都拉丝了 随后宣布第三轮测试开始 就在富豪离开后 富佳女突然感觉头痛欲裂 她踉呛地坐到沙发上 所有应聘者无动于衷 只有安娜注意到 女孩非常难受 摸了下头有点热 于是先安抚女孩躺下 又拿来热毛巾帮女孩降温 而另一边 园丁把手机放在隐藏位置 并且打开录像功能 接着开始点名 让她们一个一个进来面试 没想到红衣女进来 先是握住园丁的手 然后使出全身解数 很快便让园丁口干舌燥 她希望自己能被选上 抱纹女的面试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让园丁重新整理衣服 绿衣女进来就送了礼物 这个地方不好看 我就替你们看了 轮到安娜时 她非常认真的做了自我介绍 当园丁问她有什么优点时 安娜面露难色 安娜觉得自己做不到 不能像其他人一样 于是头也不回地离开 却被富家女叫住 劝她还是等一等 马上就要宣布结果了 这时女孩的父亲回来了 当得知刚才的帅哥是园丁时 几个美女恶心的 当场差点吐出昨天的小米粥 接下来园丁拿出录视频的手机 富豪看到里面触目惊心的证据 觉得这些美女都没资格做她女儿的保姆 不管他们怎么解释都没用 气得富豪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只有心地善良的安娜 得到月薪十万的工作 男人手上莫名长出铁爪 她好奇地摸了一下 结果爪子割破手指 更可怕的是 另一边也长出铁爪 她想用力甩掉 可爪子太过锋利 竟然把台灯砸得稀碎 然后用锯子想把铁爪锯下来 没想到锯子干不过铁爪 男人费都要气炸了 想着出去找朋友帮忙 却把钢门干出几个大窟窿 原来男人跟闺蜜爬山时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 一道闪电咔嚓劈中了他们 吓得裤子都湿透了 本以为就此隔屁 可奇怪的是啥是没有 他们以为只是幻觉 可一年后男人睡醒觉 却发生震惊的一幕 手上居然长出了铁爪 猛圈的男人瞬间蒙圈 更没想到的是 竟长出两个 碰在一起 还刺刺冒火星子 他想开门出去 没想到直接刺穿了钢门 男人害怕坏了 于是想用钢锯锯掉铁爪 可是锯了半天 铁爪毫发无损 钢锯竟然被肝报废 累了半天 想喝个可乐姐解渴 结果 于是打电话让朋友帮忙 没想到朋友也没好到哪去 早上醒来一睁眼 竟然射出一道火光 直接把天花板穿个窟窿 吓得小伙赶忙捂住眼睛 正准备起身 竟然又射出火光 这下彻底不敢睁眼睛 于是戴上墨镜试试 没想到 小伙无奈闭着眼睛 来到厨房找吃的 即使到处来的是积木 因为眼睛看不见 还是苦吃苦吃燥的杠箱 经过两个人的沟通 发现问题 就是那道诡异的闪电 既然没办法改变 也只能接受 随后男人也发现了铁爪的优点 不仅可以刮胡子 还能直接用来切菜 朋友也破解激光眼的用法 想吃烧鸡 直接眼睛一瞪 小鸡瞬间烧得外焦里嫩 晚上想睡觉时 男人摘下墨镜 射出激光关闭电灯 如果你也意外获得超能力 最想用来做什么呢 如果看到会走路的照相机 那么你可要小心了 可能在你看电视的时候 相机人会偷偷来到你家 快速地慢慢靠近你 接下来发生的会让你无法承受 害怕地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原来因为丈夫喜欢摄影 结果妻子怀的竟然是个相机人 虽然知道宝宝是个怪物 可毕竟怀胎一年 还是决定生下孩子 虽然丈夫觉得不可思议 但女人看着无辜的孩子难以割舍 医生也在旁边不断地劝说 男人也只能无奈接受 近起父亲的义务把孩子抱回家 一家人其乐融融 男孩过着愉快的童年 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 可男孩奇葩地长相 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这一切却被男孩全部拍摄下来 气氛的母亲也直接找到校长 面对事实 熊孩子们只能认怂 此后男孩成了同学的偶像 纷纷找他拍照合影 然而一个女孩的出现 却彻底改变了男孩的生活 两个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本以为就这样过着甜蜜的生活 这天却引起星探的注意 想把二人的生活做成现场直播 男孩坚决不同意 没想到下一秒 星探直接送出一个箱子 男孩看是十万的巨款 立马爽快地答应了 凭借着独一无二的颜值 男孩迅速走红 有了21个粉丝 所有人都在看他的直播 二人也成功地走向婚姻殿堂 然而危机也随之而来 当男孩看见人们沉迷于 自己的直播无法自拔时 相机人辗转回到老家 但已经时过境迁 随着打开房门的一刻 危险也悄悄降临 可他却浑然不知 随后打开电灯四处查看 当走向昏暗的地下室时 突然发现妻子静静地看着电视 里面播放着诡异的画面 他想关掉电视却已为时已晚 女人的神志已被电视彻底打乱 男孩拼尽全力想唤醒他 可不管怎么摇晃 妻子都毫无反应 看见唯一的爱人变成这样 相机人无法接受现实 竟然选择跟女人同归于尽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喜欢上相机人 会愿意跟他过一辈子吗 你见过龙卷风垃圾桶吗 足足有时机那么大 然而你绝对猜不到他的用处 小伙拿起废纸 夸得扔了出去 纸团在周围盘旋几圈后 虚得被吸进垃圾桶里 这感觉太酸爽了 原来小伙是个手残党 每次扯下来的废纸 都会扔在外面 然而他还是个强迫症 每一次都完美地错过垃圾桶 这垃圾桶明摆着跟他作对 纸团也像长了眼睛一样 就不往垃圾桶里进 小伙觉得这样不行 于是扳来一个特大号垃圾桶 心想这回没问题了 可结果纸团还是扔在外面 小伙彻底崩溃 立马发帖求助 根据粉丝的建议 把纸团挂在屋顶 给垃圾桶装上引擎 启动开关后 只要双手一松 垃圾桶搜地飞出去 精准吸住纸团 但是成本太高 又非常的危险 小伙觉得这办法不行 于是给朋友打电话 定制一个特殊垃圾桶 一年后外地很快到了 他拿出这款特殊垃圾桶 立马狂风四起 垃圾桶刮起龙卷风 灰尘不停地吸进垃圾桶里 陈好再次拿出纸团 自信地扔出去 果然纸团被强大的气流 瞬间吸了进去 陈好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功了 对着垃圾桶就想给他磕头 可就在这时 是有推门而入 随手就把垃圾丢进桶里 甚至看都没看一眼 怎么会有这种人存在 小伙赶紧拿出火箭炮 如果有龙卷风垃圾桶 你会想要几个呢 小伙从被窝里拿出火箭桶 瞄准闹钟 没想到闹钟毫发无损 紧接着又掏出手枪 疯狂射击 闹钟还是安然无恙 最后拿出秘密武器 按下开关 启动房子上的助推器 原来陈好是个懒闯党 早上被闹钟吵醒 他想上去关掉 却意外推得更远 勾了半天也没勾到 可他还舍不得被窝 于是钻进被窝里一顿雇佣 先是掏出一个手电筒 摇摇头觉得不合适 又进被窝雇雇雇佣 掏出一把水果刀 看着有点短 继续进被窝里雇佣 拿出一把大宝剑 可还是觉得哪里不合适 也不知道小小的被窝里 怎么能放这么多东西 这时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工具 随后想把闹钟勾回来 可每次都差一点点 一不小心竟然碰得更远 陈豪郁闷坏了 无奈只能努力钻出被窝 但是脚卡在被子上 可总是差那么一点 没办法又钻回被窝 继续雇勇雇勇 随后拿出手枪 光光使劲两枪 闹钟竟然纹丝不动 无奈的小伙非常无奈 又在被窝里一阵捣咕 最后居然抗出火箭筒 你猜这回能消灭闹钟吗 随后瞄准他 闹钟又咋滴没咋滴 也不知道是啥才制作的 连大炮也不行 他只能拿出杀手锏 酷痴按下开关 房子的火箭器开始工作 立刻发生倾斜 屋里的东西立马向他滚来 闹钟顺势滑过来 陈豪终于关闭闹 接着松掉开关 房子也恢复正常 这时发现手机没电 他四处寻找充电器 可伸手怎么也够不着 影片到此结束 那么聪明的你知道 他会用什么方法拿到充电器呢 小伙洗澡太奇葩了 直接用火苗加热 可水温依然不动 于是按下暖房按钮 夸得弹出两个大炮筒 随着一气的启动 竟然喷出火焰 不知道还以为是烤乳猪呢 烤了一年后 温度果然蹭蹭往上涨 这就是豪华智能浴室 可他还感觉温度差点 于是拿起9.9的磁水枪 把它灌满水后 虚得居然射出小火苗 还特别的炫酷 等水温达到100度 小火还终于停下来 这时他觉得有些口渴 于是又按下开关 只见上面弹出一台机器 虽然提供了几十种饮料 但是没有他想喝的 随后拨通人工电话 饮料送来的方式也很特别 他竟然拿起花洒 下一秒饮料呲呲往嘴里喷 不知道你敢不敢这么喝 反正我是不敢 半天后小火觉得寂寞 便转身再次拨打人工电话 半天后掉下一只小黄鸭 不知道你洗澡的时候 想不想要一只小黄鸭呢 其实我更想要一只尖叫鸡 一切准备好了 终于开始洗澡 这时突然觉得少点什么 推开肛门膀胱一扫 毛巾竟然在千里之外 这要怎么办 无奈只能又交客服 帮忙送来一条毛巾 可等了半天 仪器竟然没有反应 结果下一秒 这还擦个毛线啊 这么有意思的智能浴室 你最喜欢哪个功能呢